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 不用 直接进就行 沙发在那边 真是稀客 您说您二位怎么来了 来 这边坐 我给你倒点水 来 请坐 请坐 两位来找卧室有什么事吗 一鸣已经走了 伯母 你说吧 你 你 你是那个女抢人 你是打老板 你 不敢当 我呀 也是给公司打工的 这公司也不是我开的 罗领导 还是小罗吧 你在公司对我们一鸣的关照和栽培 我们老两口都表示感谢 你 干吗说这样的话呀 一鸣他自己有能力 一 一鸣这孩子吧 从小就老实 我们就一直教育他 说要听领导的话 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结果这一教育 教育坏了 老板对他性骚扰 他也不敢反抗了 不是 伯父 您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吗 不是 那是吧 咱们刚才在医院都看见了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流流宝宝的 伯母 您误会了 我呀 生病了 一鸣呢 要找我聊点工作的事情 所以他就去医院找着我 别的不说了 我们来就有一个目的 只要你不再和一鸣近乎 我们马上就走 不是 伯父 我跟一鸣之间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您看 我跟你们慢慢说 哪能不听 哪能不听这些 就是你们俩断了就行了 不是 我们都没开始 我们怎么断呀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 你说他还不承认 我跟你说啊 郭一鸣结婚了 他有老婆 有孩子 你怎么做 你就是第三者 我就宁可让他辞职 也不会让他再犯错误 那您让他辞职吧 你怎么了 你感冒了 所以才让一鸣送我回的家呀 不可能我回来就不能吃这些感冒的幼 小罗 你 是离过婚的 我们也对你表示同情 可是既然你离过婚 你就应该知道离婚的痛苦 对不对 我们这一家子都是北漂 好不容易在北京安定下来了 经不住搅和了 您看 您又漂亮 又有钱 是吧 您随便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都比我儿子强 您就放过我们一家子行不行 可是重点是我跟郭一鸣也没怎么样啊 伯母 您说 您一口一个拆散 伯父 您都上升到性骚扰了 就我都 我都 我真不知道我都该说什么好了 我 总之我还是那句话 感情是我自己 非常隐私的事情 别人无权裹我们 如果你们觉得心里难受 那我很抱歉 但是你们唯一能管的是郭一鸣 不是我 阿美都是陈总人 陈总人好说实话 可说了实话就难挺 今天把话挑命了吧 你给你一面没结果 以后别再见面了 见面也是瞎浪费时间 那我们是一个公司的同事 我们怎么可能不见面呢 那要不见面 现在只有让他辞职 到哪儿不行啊 什么地方都要他 好 那你们就让他换一家公司试试 只要你们不怕耽误他前途 你们就折腾去吧 你 刺就刺 只要你们俩人不在一块 安定可让他跟我买豹子 走 伯父 你别生气 这话不能 走 你走啊 还说什么呀 他找不起来 行了 行了 别走啊 不说了 不说 不是 伯父 伯母这 有什么好说的 不 我 我不是那意思 你们 行 行 说我意思 还说我意思 走 你别 别生气我 我的意思是我跟他没什么 要你那日 你又不生气啊你 你又不生气我 这个给外婆 这个给妈妈 这个给爸爸 这个给爷爷 这个给奶奶 就 TE tutorial 贝贝 你分完了 你好我想想 还有谁 还有小姑姑 就是蔡蔡不胖 你外公呢 他那么爱你 你怎么就把外公忘了 你都在哭啊 拜拜 拜拜 别哭了 过来 到妈妈这儿来 怎么了 你干吗了 惹外婆生气了是不是 是不是不听话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妈 这孩子哭着 他哭呗 小孩哪有不哭的 你干吗呀 说 到底干吗了 说人没有外公呢 把外婆生气了 妈妈 爸爸 爷爷奶奶 说过不要在你外公呢 外婆会生气的 外婆没说 真的没说 好 好 福苦不苦啊 好 来 妈妈抱一下 外婆不是生贝贝气的 外婆生妈妈的气的啊 妈 你不哭了啊 贝贝 来 快到外婆这儿来 贝贝不哭啊 外婆错了 外婆再也不发气了 贝贝不哭了 外婆不哭 你也不哭了 拜拜 拜拜 咱们不哭了好不好 咱们到妈妈的房间 去试新衣服怎么样 爸爸回来 我们要出去吃披萨的 好不好 好 去吧 就在床上搁着呢 自己穿啊 贝贝 都是妈不好 妈不该乱发脾气 你看您说的 怎么就不好了呢 你想发脾气就发 想哭就哭啊 没事 妈 只要你心里舒服 我都陪着你 贝贝 我想你爸 我真的很想他 我知道 怎么能不想呢 你跟我爸 感情多好啊 说实话妈 我都挺忌妒你的 有那么幸福的婚姻 明白 其实 两个人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在一起 知道吗 行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 今儿怎么就你跟贝贝在家呢 对了 那个 你婆婆她腰疼病犯了 然后你公公就陪她看病去了 所以就我去接的贝贝 这么严重啊 嗯 回来啦 回来啦 妈 别换姓了 走 您没事吧 没事 就是那个姚 姚不好 没事吧 老刘 他摸了怎么了 没 没 没事 那个刚才好像有个什么渣子 掉眼睛里了 我也得趁在跟我吹呢 没事 坐下来 谢谢 来 赶紧坐下来 谢谢 那一鸣不是说好了 回来大家一块去吃披萨吗 怎么还没回来 打个电话问吧 别别别别 别打了 那个刚才上医院时 我给她打电话了 她说她今天晚上夹班 夹班 嗯 第一天到客服部就夹班啊 没事吧 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那您到医院医生怎么说呀 这就是老毛病 她这个 这 我回来了 不是说你加班呢吗 啊 哎 你 你这熊孩子 你 你妈下午看病 在医院给你打电话 你不是说你 加班吗 你这下班 你都没有回来了 不是 答应下了班 带贝贝去吃披萨吗 哦 对 我说妈 你腰怎么样了 没事 好躲着 没事 没事 爸爸 吃披萨 吃披萨 对 就是 没错 就带你吃披萨去啊 那个既然都回来了 那就去吃披萨吧 我说妈 这腰 要不然咱们就在家吃吧 没事 没事 我是咬疼 也不是胃疼 走走走 走 一块走 行行行行 那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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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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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吗 还行 那你去做一个 不喜欢做的工作 难为你了 做什么都一样 能挣个钱就行 能不能快点啊 你说你们也真是的 怎么就还找上人的门去了呢 老子再也不去 你们孩子都生了 这叫什么话呀 怎么就孩子 我跟罗嘉义什么都没有 反而你们兴师动众地找上门去 这好像怎么着了似的 你 你跟我说师傅 你跟那个姓罗文局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没情况 他生病了 发高烧 我有一份文案 要找他签字 我送到医院去 我不能送吗 我还不能去医院了 不是 你不是调动部门 不在他手底下干了吧 你还送什么案板 不是 什么来的 文案 你送什么文案你 这是我的问题 我没跟你们说过 我没调成 我这脾气就没法去干客服 我调过去人也不要我 闹半前 你 你还在什么姓罗的手底下干呢 对 不是 那个 怪不得这个女的这么硬的 这个脾气好 这个事 是她逼着你这么干的 是吧 妈 我求您了 没人逼我 你 你们二位能不能 不胡思乱想了 胡思乱想 我跟你妈今天去医院 这看见你们 什么有 有报的 这什么意思这个 是呀 你们能不能有一点常识啊 人家发着高烧 身体都 走路都打祸呢 她要出院 我不服着她 我 我还拖着她走啊 行了行了 都别说了 都别说了 什么 从此以后啊 你跟这个女的 你断了绝心 你跟这个女的 你断了联系 知道不知道 马上断 必须断 你说你这个 是让田北琳知道了 你说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这个田不就烦了吗 你看看你和你爸爸刚才抢抢抢抢抢 他的心脏病都快犯了 妈 你 您千万别难受 你难受我 我就惨了 您千万 等等 你跟他保护证 我发誓啊 我发毒誓 我们俩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 我告诉你啊 郭一鸣 我就提醒你一句 为了你们这婚姻 已经走了一个天云情了 你考虑清楚 你下边准备打上我们谁 别生气了 你爸就是着急 回去睡觉去吧 好 我们俩可真没关系 那个丽丽说 咱们四个可以先聚一下 我们要晚上没事的话 跟白杰直接到那个山顶城 餐餐找我 行 您姐 来 快来吃 你早饭都凉了一会儿 好嘞 帮我们啊 帮我们来了 帮我们来了 帮帮 帮帮 来 帮帮来 你早饭我都坐好了 那个 姓家 昨天麻烦您接孩子 今天该轮到我们宿了 爸 对 帮帮帮帮我 来 好 坐坐坐 来 你们俩坐坐 来 帮忙 来 帮忙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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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刘米娘 谢谢 这儿呢 都在啊 女士和乡亲们 给大家宣布一个事情 你说吧 别卖关子 我要回老家了 回老家 为什么呀这是 姑 我哥的公司 我已经递辞职信了 你没有都觉得 我干模特儿干不了 那我在这干吗 昏吃等死啊 姑奶奶 我最近没什么地方 得罪你吧 真没有 嫂子 你对我特别好 我心里都知道 就是我真的觉得住在这儿 特麻烦你们 你说我这模样 也不是最好看的 本事也不是最大了 脾气还不小 在北京哪儿站得住 你回老家了 条件就还行 是吧 所以我回去你们 应该刚兴才对呀 不是 你这 一直就是打死都不回去的 怎么突然说走就走啊 你看 我住在家里 我姑和我姑父一把岁数了 我还得出去租房子 其实我在家每天晚上 睡得都不踏实 没事 我回去也能好好的 你们就都放心吧 有自知之明这是好事 姑父支持你 对 你姑父说得对 其实啊 那个小地方啊 他也有小地方的好处 也是 回去挺好 那个 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那你尽管说 也可以找你嫂子 你回家这个事 你给你妈说了吗 说了 说了 我妈知道 奶奶也知道 你有什么话 还有什么东西 要带给我奶奶妈 我一块儿拿回去 来 你放心吧啊 抽豆浆 姑 你看刘明还是东西的 都给你豆浆喝你 你喝 喝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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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决定哪天得我送你 好的 杰杰 罗总来了吗 来了 他正跟吴总谈事呢 行 吴总 喝杯咖啡 好嘞 谢谢 干吗那么着急 让我去上海啊 上海分公司的业务 我现在发展得特别好 急需人 原本呢 我是想让你过点时间再去 但单生意不等人 对吧 所以呢 你尽快过去 把那边业务拓展好 在上海 找到接替你的人再回来 或者是什么呢 两边跑 你看怎么样 那 行吧 需要我什么时候动身 那当然越快越好了 别揉了 别揉了呀 半天三白出去一踢包子 他这么早把面揉好了 醒过了 透 那面就算了呀 半点不是还没过呢吗 没准一会儿又来人了 他昨天生那几踢包子 我还没吃完呢 吃吃吃吃不完 再带回家吃 反正咱们家人口多 人多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吃包子 你看贝贝那么萧 正在长审题 那还是 还需要营养你是吧 行行行 是在吃不完的话安安吃 这行了吧 老谷 你说咱这个满门这个店铺 是不是开的地方太悲哩 这鸡脚咖喱得没人来呀 刘虫虾 你怎么总给我这个负能量啊 俺现在需要的是正能量 这买卖不厚 咱上哪里给你长正能量去 就这这样下去的话 他这个都不干了 老板 你这 老板 您这包子都有什么馅的 欢迎 欢迎 来来来 你也介绍一下啊 这个牛肉馅的 猪肉大孔啊 这猪肉韭菜啊 反正什么都有 你看您吃什么馅 您给我来两个猪肉韭菜的 您来巧了 今天咱们卖一送一 你吃什么馅的 俺那送给你 送了这两个那个羊肉馅的 一肉丸 多了我也吃不了 我两个就够用 不是 您这有街坊邻居吧 亲戚朋友吧 吃不了的话您送他们 俺这个卖卖刚开张 就值得你给我们选串选串的 来 拿着 这 我得给您多少钱啊 不说钱 刚开张 求的就是个好口碑 你一唱就知道了 那个 这样 给您六块钱 对对对 好 好好好 谢谢您啊 助您发财啊 谢谢您 欢迎广林 好好好 老谷 拿着吧 你看您这太伤感着了 让人觉得还买一送一 人是觉得咱家抱得不好吃是 卖不出去是吧 那以后人家还来不来了 你说 你说这还说不定的 我跟你说哈 咱们这个月啊 房租得交 水点费得交 那个料签也得 划签 这都抛下来 咱还陪着你咱还 那都算过了 这个两天一共是卖了 一百一十一个包子 一个包子转一块钱的话 那就是一百一十一块钱 是吧 房租每个月是三钱 那每天就喝一百块钱吧 这样算的话 是咱们还赔了八十九块钱 咱俩的人股你还没算上呢 人股 咱俩不值钱呀 这不用算 怎么不值钱 那咱就背开了 你别安值钱 进来 赵总 你找我 小天 坐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咱们公司的进京名额下来 我有戏了吧 轮也该轮到我了吧 赵总 你都别着急 我跟公司的人事总监碰了一下 你的条件都狗 公司的主力 七年的工作经验 再加上又是咱们公司 刚刚谨升的赛务总监 机会还是有的 但是名额有两个 还是有竞争力的 所以你必须把 咱们的注册会计 水果考下来了 这样才稳妥 那我不是没戏了吗 我今天最后一门 我没考过嘛 那最快也得等明年了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托人帮你申请一次 阴病补考的机会 但是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 你千万别要错过了 我那个 那个 赵总 我能请求拥抱你一下吗 好 太感谢您了 真的太感谢您了 小天 我知道你的能力 我也知道这个户口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有了北京的户口 孩子上学 看病 都不是问题了 所以 别说为公司驾驭 为你自己驾驭 您放心 哭什么呀 这好事啊 来 赶紧工作吧 好 行 谢谢你 赵总 真的谢谢你 来来来 为老田即将到手的 北京市户口 干杯 干杯 等等等等 我现在庆祝是不是早了点啊 我那注册会计师 还没考虑 不早 对你有信心 干了吧 媳妇 我看好 我支持 你别光嘴上说支持啊 你自己的工作 干吗老给你们点干 什么工作 这 那工作嘛 甭完了 你给我装不知道 是吧 老板 对对对 他刚到客服部 本来就不适应 你还给他加码 怕累不坏的是吧 昨天躲在阳台上 替你老公修图 被我发现了 真的 你自己的活你干吗不干 干吗退给郭一鸣 对对对对对对 都 都是我的错 我这最近手动工作太忙了 实在这 这分不开 这我让他帮忙了 不过你大晚上干活 营养夫妻感情 是不是 那个 出什么问题 我可背不了黑瓜啊 呸呸呸呸呸 你这 那能出什么问题啊 我们俩好人呢 对 对 那个 总之 小的以后再也不干了 田总监 您再发你那干这活 打电话 骂我 对 老郭 你今天多吃点啊 让他请客 狠宰他一顿 谁让他喜欢你的啊 咱 咱来一份喝跳饺 咱们再加一份 两份 三份 咱俩是两口子啊 我对事不对人 对了 你们新上任那总监 怎么样啊 上任了吧 换总监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那个 以前那个什么 罗 不是去上海了吗 这个人怎么样 对 对 对 人特别好 比罗嘉义强多了 体虚民粒 体察民旧 我没什么加班 工作量也不大 你刚刚还说 你活多的忙不过来 让老郭帮你呢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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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哪儿是不忙 我这 有什么 能力问题 这 你最爱吃肉 来一个 来一个 凉了 不好吃了 来 来 来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打快 我饿 怎么了这是 坏了 不是 你喝喝喝 我没有饿心 我没饿 我饿心 没坏啊 你来 啥子 你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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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白 你们家莉莉是不是怀孕了 不会吧 特像啊 你这 惊讶什么呀 你不是时刻做好准备的人吗 怀了 那我 我看看去啊 你说 老白 老白时刻做好准备 他不是跟莉莉商量好了定刻吗 停什么刻啊 老白他妈都快急死了 我跟你说 老白肯定在下面她是下了手段的 卑鄙 这种事怎么能下手段呢 他必须得跟莉莉商量好啊 对不对 莉莉现在真的没有准备好 昨天大爷跟我说 他婆婆逼着他生孩子 他自己肯定现在是不想要的 你不知道 就是 女的还没想要孩子吧 他这 难得体会不了这劲 特难受 你说他要是不要 不要吧 是自己的亲身骨肉 要吧 他必须得逼着自己放弃 和失去很多东西 挺纠结的呢 就跟你要生这 这 这 我当时不就是这种状况吗 我去看看啊 我去那里给下 你别 别掺扶了 我看看 不是 择日不如壮日 你这 回来啦 回来 回来啦 妈妈 妈妈 我不想吃包子 怎么了呢 爷爷做的包子多好吃啊 怎么不爱吃呢 包子好吃 有营养 爷爷都吃七个了 吃包子找大个儿 天天吃包子 我不要 小宝贝 这么着 咱就再吃一天 明天就不吃了 好吗 那明天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蛋糕 吃蛋糕 你怎么这么有命啊 大爸 明天过生日 我们真的可以吃大蛋糕 好不好 可我今天就想吃蛋糕 今天吃包子 喂 喂 听话啊 我们今天呢 吃包子 来 别忘了 你看爷爷做的包子多好吃 大家都吃 贝贝也吃 爸 您那个包子铺的生意怎么样啊 两天了 连店的房租都没卖出来 没事 我倒是觉得 这得人气得慢慢养 反正我是有信心啊 我这包子蒸得多好啊 你说怎么没人拾货呢 不是 这那店面 你看店 店面那地儿不好 太偏了 客人都找不着 我觉得吧 还有个原因 您那附近有个山东菜馆 叫德星楼 他们家的包子 反正生意挺好的 因为它开得早嘛 口碑可能早就出去了 我觉得没事 您可以去那看看 知己知彼呗 我这看看行 但味儿来说啊 您绝对是比他那些 那肯定 肯定 是吧 对 德星楼 行 回头我看看 就是 看看 赶紧吧 把你那好消息说说 什么好消息啊 那个 我们赵总找我谈话了 真的呀 是不是又给你升职了 比升职好 涨工资 比涨工资也好 那是什么 那个 你别卖那个拿开了 别卖关子 说了 我的北京户口又歇了 这 太好了 我们这样子有个条件 就我今天这个注册会计师 这资格必须得拿下来 只要把这资格拿下来 我的北京户口跑不了 那来的就复习吗 不用复习 无论如何今年 我得把这试考过了 没问题 全家都支持你啊 支持 对嘞 你就放弃地去考 什么事都不用管 有我们的 对对对 大好事啊 咱们得定够一下 对对对 正好明天一鸣过生日嘛 所以我才想着说 我们一家人好好办一下 高兴高兴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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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蛋糕不吃包子 好啊 我们都吃蛋糕 你自己吃包子好不好 好 不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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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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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罗总 好点了吗 我好多了 谢谢啊 客气什么 都是朋友 我和你 还算朋友吗 我来是想跟你说 那个 罗总 什么都不用说了 也挺 尴尬的 你说咱俩那事 和我爸妈都掺和进来了 真是不太好 不过他们 就这么贸然找到你家 真的很过分 我替他们给你道歉 没事 那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马上就去上海了 不是还得有这人日子吗 公司还是希望 我能够提前去 那个 要不今天晚上你下班 晚点走 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你不是今天过生日吗 咱俩一块吃个蛋糕吧 我 我 好 别擦了 带两块不来啊 妈妈回来了 贝贝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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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这么大的蛋糕 快点 你拿着 来 慢点 来 慢点 拿不动了 我们拿不动了 来 奶奶拿 蛋糕 来 上手 一会儿吃 那么早就回来了 对 去拿蛋糕去了 那天吃过生日吗 我早点回来 对 来 已经来电话了 他说他要公司加班 晚点回来 说千万千万等着他来了 咱们大伙一个饭吃饭 对 那爸做的菜不都凉了吗 真是的 我催他一步 你觉得不会 好 这下招请的擦地 蓝蓝脸 的美丽的世界 大小的小说 带我走 我是妈妈的宝贝 对 我一天天呢 学着也一天地更亮了 从我的蛋糕上 一天都换到我的宝贝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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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蛋糕的时候忘了买蜡烛了 我去买点蜡烛回来 你们你们先弄着 我一会儿就回来 赶紧回来啊 看你这继续 全是 妈妈一会儿就好看 真好看 继续来吹气球好不好啊 一样的什么颜色 这个 这不好看 这个红的 好不好啊 红的吧 这个新的意诈 就好看 这就是我 很拜论了 你想来 我去做建议 我的食物 这不是我 我的身材 我去做建议 进来 我先去 霍总 我又不吃人 你离那么老远的干吗 一鸣 我不管你怎么看我 我想要告诉你的事 我喜欢你 而且我不后悔 罗总 我过来是要跟你说 我晚上不能留下 我要回家 全家人在等着我过生日 但是 如果说之前我的一些行为 让你误会了 对不起 误会 我们无论是在工作上 还是生活中 都非常谈得来 你很清楚 如果有一点我确实跟你不一样 我对于爱恨的表达 向来都表达得非常地清晰 我想你 你就像一只蜗牛 听到一点动静就立刻缩回去 然后装傻 装到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就直说我是这缩头乌龟吧 好 那你今天就大大方方地向我 表达一下你对我的感情 没错 没错 我的确对你动过心 你非常优秀 身上有很多 田贝磊所不具备的优点 我非常非常地欣赏你 但鱼根熊掌不可兼得呀 既然我已经选择了田贝磊 我就会一直跟他走下去 而且我们俩也会一起经历 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些事情 包括你和我 你看着我 你回答我 你从来都没有为你的这些选择 后悔过 我在感情里受过伤 那种痛苦我很清楚 所以我想跟你说 两个人在一起 不要被婚姻那种形式 就是名称责任和义务所束缚 你应该要问一问你这里 他到底想要什么 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喜欢我 他知道 没错 你说的没错 一定 一定要听听自己的内心 一定 一定 找您钱 不用找了 如果说 你要错误的选择 他 那就是我对你动了心 抱歉 我不需要你跟我说抱歉 我给你帮我 你不是说 我真的需要你帮助我吗 我可以看你 你帮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我跟你帮我 我说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是自由的 你可以做任何的选择 选择一切你爱的东西 选择一切你爱的人 他为什么就是我呢 就算咱俩现在在一起 那田北雷不就成了曾经的你吗 他会有多痛苦 你应该最清楚 你别走 蛋糕还没有切 答应让我陪你一起过生儿呢 你得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去吃蛋糕 你在这儿等我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 不是说好了今天 回家给你过生日吗 家里准备的差不多了 好啊 这是谁 这是谁的办公室啊 这是我们总监的办公室 我们刚才是谈工作 刚谈完 现在可以走了 你确定 现在可以回家了 我确定 电话 拉在你办公室了 走吧 走吧 谢谢 谢谢 散开 散开 关灯 里面 我 看 我们 团有点 那 对 这个 我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